上海京城第五代体外冲击波碎时机 结石定位指南 第一类 病人俯卧位 治疗肾结石或输尿管上段结石 第一种情况 结石位置在左肾或左输尿管上段时 病人头朝左 第二种情况 结石位置在右肾或右输尿管上段时 病人头朝右 在它侧火壁上 结石为中心 把石头放在中心点上面 中心点上面 以结石为中心 在看头的中心点 在侧火壁上发几号 发几号 发几号过以后 把探头 放在视频机上 把探头柜子在冰箱上 上升机器 下降 准备头 红红紧 进行 这个充电过以后 然后 把机器拉过来以后 翻转 把探头 把探头 那个杯体借在并低位 将在并低位 将它并低位 将在并低位 然后 使这个杯的平面 和它的称平行位 和它的肌肉 启体称平行位 然后把探头再拉过来 使这个看头呢 挨在皮肤 看见身上的结石 看见身上结石呢 测距离 测结石离皮肤距离 现在是52公里 然后机器 生了52公里 吃到52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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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这个水苗一踢5 有没有结束 没有结束上呢 好 水挨到踢5公里 就可以了 第二类 病人养窩胃 治疗疏尿管上段 或中段结石 第一种情况 结石位置在 左疏尿管上段 或中段时 病人头朝右 第二种情况 结石位置在 右疏尿管上段 或中段时 病人头朝左 病人空腹 从腹部 找到那个结石块以后 一样 空眼 在它的结石的 看处的最重要 这终点 射服病人 做个计划 机械 摆成 平衡 平衡位 然后 把机械拉过来 拉过来 身床 向机器 通通定 在机器 定位前 同样 要把这个机器 飞 向到最低位 按降 向到最低位 这些 扇子 3分钟 8分钟 7分钟 所以 8分钟 6分钟 7分钟 6分钟 继续上下 皮肤紧密尖 脂部 然后下面抹腾口合器 然后反复动前后肩 前后肩找到结石 找到结石后测量结石去 三十按 然后把伸到三十按 这时候水囊和皮肤没有结石 注水 皮肤和水就结石 再核实一下 比方距离和树子是不是一致 第三类养卧位 治疗输尿管下段或开口处或膀胱结石 第一种情况结石位置在左树尿管下段或开口处或膀胱时病人头朝左 第二种情况结石位置在右树尿管下段或开口处或膀胱时病人头朝右 左侧树尿管下 我们的碳头放在右侧身上 通过通过那个聪明的胖光去找结石 找到结石过以后 然后把那个碳头放在机架上 放在机架上过以后呢 我们呢只要伸机器降机头 我们首先用碳头 移动前后点找到膀胱 找到膀胱外后呢 然后按左右键 寻找贴石 把石头定在中间的位置 这个中间位置外后测量 这个石头比西部距离 80 在定位之前 同样80 还是大部分 然后按身边的距离 然后按身边的距离 这个距离 80方便的距离 水囊和水囊和屁股的距离 再注入少数的水 接住过以后 假如说石骨 与那个 与这个碳头 有影响的话 它可以按摆动键 从屁股的上面 解释 然后定到胃过以后 再调整左右键 定到这个接住过以后 就可以治疗了 感谢您的观看 如果有问题 请用我们联系